Hello 大家好 敗家 司拉 今次來一個微衣食開箱 今次不再開MS了 開其他 麻煩你 因為買MS真的會買到窮 我今個月看到卡數真的想哭 是流淚和流淚 今次跟大家開什麼食物呢 就是這個很美味的茶大福 話說其實這個茶大福幾年前我已經開始吃了 不過它是有是無 是斷貨又是有 一有我就會買的 適逢它有 所以就買了一下回來 實在太令人興奮了 究竟是什麼 其實茶大福就是糯米糍 本人是一個糯米糍怪 什麼叫糯米糍怪呢 就是一看到糯米糍 我就會馬上去試 馬上去買的 其實暫時有哪間糯米糍 令到我很深刻 其實香港又沒什麼 反而這個茶大福 又令到我會繼續去買 這個茶大福大有內套 它叫做窄道茶大福 是由日本高資縣直送過來的 這個糯米糍其實小小粒好的食 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吃 別人請我吃的 就買了一盒 一家人分享 誰知第二天 二話不說 馬上去買了一家 六粒自己吃完 是六粒 是 是不是嚇到人了 大家 其實它又不是很大粒 但是它那個糯米糍 一來它又不是很甜 二來它的味道 真的很香 那些茶味 剛剛開了 開了 你看到它綠綠的嗎 綠綠的上面 其實是一些綠茶 那樣的茶葉 真的是茶葉 不過它比較碎 然後拖開了之後 就有一些白豆蓉在裡面 真的很清香 大家如果有時間 記得去試一下 有興趣繼續看 記得追蹤我 拜拜